心卻像了一半 怎么笑 怎么幸福都不算 拥抱了伤害 失望和期待 不断再重来 一切都是因为爱 就是爱 放不掉了除了爱 还是爱 如果过去 爱 不被爱 这一点存在 就不再 一切都是 因为爱 一切都是因为爱 就是爱 就是爱 放不掉了除了爱 还是爱 如果不去 爱 你到底在干嘛 你到底在干嘛 这张我女朋友跟你认识啊 这张我女朋友跟你认识啊 你不要闹了你 走了 能和你在这里 真好 这张日子 你到底要去哪儿了 其实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去了好多地方 你有离开上海吗 你有离开上海吗 我一直在上海游大 把之前没有看过的人 再好好看仔细了 有时候点一杯咖啡 我可以做一个小 有时候我去游乐场 竟然可以玩一整天 或者是偷偷跑来这里 那不给你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再看了 你才是想要想要想一想 我去哪儿 你又在你 你才知道的 还要想要想要想要 claws 倒下了 可是我很好奇 我觉得那一瞬间她应该 她应该和电影里头一样 少过自己的这一辈子吧 那是因为 你还想要活下去 你还不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啊 大概吧 你难道不好奇 那一瞬间我再想想吧 想公民 你不会是在想 还没有破关的电灯玩具吧 我在想你呢 我想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那一天我就那么不幸死掉的话 我应该想的还是同一个问题 得好 走了 走吧 赶快去 还好我没死 成就任何还见到你了 既然这样 你当初是什么要离开 而且还是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你明明就可以好好地啊 我们可以在一起做很多事 而且你也答应要教我写作 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 我有派你照顾他了 该不会上次聊我家的那个小女生吧 不用紧张 那小子的事情我没兴趣 这就是你接下来的工作 代表康斯泰宁 社会圣谷集团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以后 我要看到收购报告 你不去看崇光吗 那重要吗 根据顾先生生前的遗嘱 对财产已经进行了划分 但是仍有淡数 二位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共同持有这份遗嘱 第二个是分开处理 我想我们没有合作的必要了 立遗嘱人 顾延胜先生 委托林律师事务所执行并宣布其遗嘱 本人将会依照顾延胜先生 身前立下的这份遗嘱 执行遗产分配动作 一不动产部分 顾延胜先生将其名下所有不动产 由配偶林律来女士单独全部继承 二动产部分 顾延胜先生所持有50%的圣谷集团股票 由配偶林律来女士以及长女 顾立小姐 分别继承5%及25% 什么 你的意思是 我继承25% 他继承5% 是的 那另外20%呢 抱歉 我必须替我的委托人保密 我和你之间没有你爸爸 应该就是是陌生人吧 你放心 我会好好经营公司 把您的5%不会让他贬值的 还有 明天股东会一间 你这样不回家 他们会担心的吧 他们 你说他们是谁呀 不包括不理的吧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别跟顾理生气了 行吗 好好好 我不说 我不说 就你这样吃东西 那能好吃吗 但顾理怎么会 重点 说重点 那个不是重点好不好 我说的重点是 重点是你觉得你 林肖还有南乡 都被顾理背叛了 我觉得 顾理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有他的理由的 他是很逞强好胜 常常会会冷淫 做一些常人很难理解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要弄清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才是最重要的 上床呢 大哥 上床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喝茶吃饭 他是跟人家上床 而且顾理也说了 他喜欢跟人家上床 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是他的事 又不用我们管 说不好 他就喜欢牺牲了 你们怎么会得出 这样的结论 行 就算顾理喜欢牺牲 那以他的个性 也绝对不会做出 伤害你们的事情 你了解他吗 他想要做什么事情 他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他是顾理 顾理是谁 顾理是女王 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都猜不透 那你又知道吗 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搬家 比赛快到了 我要搬离那里 我要去深山特训 我要去深山特训 伤心 对我来说一个晚上就够了 赵云公司找好了吗 找好了 我觉得你应该先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不要太逞强了 姜哥 我看起来像逞强吗 在我看来呢 你像是在你的周围 布里圈带刺的防护我 告诉别人 谁都别接近你 很好 这就是我的目的 把自己武装起来 并不会让你被他轻松 并不会让你被他轻松 姜哥 你最清楚 要继承圣鼓 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你可以求救 你身边还有我 龙龙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我要去特训 所以搬回跟老爸住 那你之前怎么都没有说 我这不现在不是说了吗 龙龙 不要这样了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是我这一生最难过的一天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可是你看有些人 居然像没事人一样 在那吃饱 穿暖的 是 他们家是死人了 隔天他就跟没事人一样 所有的丧事啊 后事啊 他全交给别人去处理 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每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是 还真不一样 我居然到现在 我才发现我跟孤立完全就不一样 既然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 再跟他惹人出在一起 不lements 祝你比赛成功 好 好 好 每次我事都在把你做 Cham ** 对你去做批评时吗 好 跟我说 太好了 如果你终于又搬走了 或者你又可以跟我说 那个 你为什么要搬啊 总之不要拿出一份 什么事情都看着 你没有关心的爱度 来跟我讲话 你们到底还是不是朋友 朋友 我真希望 我是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离开 就离开吧 这是你的选择 我管不着 好 就像你管不着 好 我该用怎么样的方式说话一样 好 如你所愿 露露 走开 库里 库里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杀害你的朋友 我们不是好姐妹吗 我们不是好姐妹吗 我们还是吗 从那晚之后 我就觉得不是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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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冰激凌吧 吃一点甜的 心情会好一点 那个事情 宛如都跟我讲了 如如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让我们先走了 顾礼 就不像我 你很了解我吗 我不需要用你的看法来说 你不要浑身带刺 我知道你很好强 但是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说 别让所有人都误会你 我没什么可说的 也没有误会 好 就算我对你认识不深 那你也可以告诉林霄 智商有个人 可以让你发泄一下情绪 我相信你所有的好朋友 都会很乐意的 朋友是用来干吗的 交换秘密 护脸伤口 八卦聊牙 我不需要这样的朋友 你别这么方便 行吗 顾礼 宛如下个星期三比赛 你还来吗 她是因为你才接受这项计划 变得这么有自信的 你不应该陪她走到最后吗 那你要先确定 她是否想看到我 你不应该问她 captures她都没听过 你不应该说 在这儿 改变得更好 你不应该说 你会担心 让我来说 大家好 我就是顾严慎的女儿 顾礼 听说啊 今天主持会议的是个黄毛丫头 叫什么顾礼的 老知道就要看看她有什么本事 今天我们如果不改小猫 还有一点点下马会啊 以后啊 就没有我们说话了 以前那个老狐狸 三天两头都找了 死前又把那个叫江里的给找回来 一找回来 就让她当了总经理 把我们这些老狐狸放在哪里 就是说不想想 上次我夫人逛商场 有一件老福利的老婆 这女人全之就是个泼妇 硬要和老婆抢购一款限量版的包包 还要挟我老婆说 如果这件事 当她说董事长的老公知道了 那我就倒退了 我呸 什么数捷 还这么死去 你们看 你们看 这老东西当财务 老东西的老婆也是这样 你看她结果是什么 死了 这就是报应啊 对啊 报应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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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人家都已经死了 就不要再说这种确论的话了 小心啊 下一个死的 就是你 我要死也不会比你长 小丫头 下去帮我买一杯咖啡 拿铁 我也要杯美色咖啡 要乐的哦 你拿一杯咖啡 你拿一杯咖啡 其他人还有别的吗 我要摩卡 再加快奶烟蛋糕 我要一杯咖啡 好 没问题 我这就去 这不是鲜鱼吗 对了 您现在是姜总经理了 姜总经理 上次我去法国 谢谢你的深情观的 哪里 顾董事长 这是药材报 谢谢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姓顾 顾李 就是老东西 老狐狸 老废物的女儿 也是刚刚各位长辈 口中所说 要给下马威的小毛孩 同时也是在场 所有人之中 持有最多股份的人 我想 在我把各位点的咖啡 带回来之前 还要请各位多等一个 一杯摩卡 一杯拿铁 两杯美食 一块蛋糕 好 又不是名牌商品目录 你看得懂吗 晚上就要开会了 临时抱佛脚 佛也会逃跑 喝吧 无视线殷勤 我看你是选我的百分之五吧 如果你会卖出手中的股份 就不会在这儿研究公司的资料 小姐 您的东西好 谢谢 你不是要去开股东会议吗 以后要开的会 喝很多 却不一定有机会 陪你喝个咖啡 喝吧 他不是抗斯丹利陪来的 他不是抗斯丹利陪来的 他同事也是M1的总裁 抗斯丹利也是M1最大的吃骨集团 抗斯丹利集团 已经收购了盛股百分之三十二的股份 而我今天则代表抗斯丹利来出席这个会议 顾小姐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这是大家要的咖啡 还不赶快为顾小姐凌女士准备椅子 椅子放这儿就好了 面对面比较好沟通 我要跟我女儿子一起 我的目的很简单 除了各位股东 顾小姐 凌女士 以及已故顾董事长名下 那下落不明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之外 抗斯丹利集团已经将盛股 流落在外界的股份收购完毕 各位股东 你们手上总共握有剩股百分之十八的股份 而抗斯丹利集团将以让人满意的价格 与各位完成交易 再补充一点 抗斯丹利集团很乐意提供现金交易 各位 你们不用急着现在就做决定 你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去考虑 考虑好了 欢迎随时联络抗斯丹利集团 不管我们什么关系 你爸爸白收齐家这家公司 却不能让外人夺走 是啊 真该请各位叔叔我好好思考 毕竟大家都在担任盛股的重要职务 要是盛股益主 成了别的集团的子公司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是否还能保有现在的位置 是否还能保有现在的位置 盛股目前正值多事之秋 而且又被一位二十几岁的千金小姐主持 请问各位股东 你们对于盛股的未来 还能有什么期待吗 不好意思各位 盛股在运营上确实出现了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需要像顾李这样的年轻人 去突破 去创新 我二十四岁的时候 被前董事长派驻去了欧洲 经过六年的发展 欧洲的子公司在规模上 已经和总公司的规模起步相当 而顾李小姐 她在专业和眼光上 永远在我之上 所以我深信 在她的带领下 盛股集团一定可以走出困境的 郭董事长 我百分之百支持你 我从没想过 我们会在刚刚那种场上碰面 我不是来叙旧的 简单地说 我和林女士 是绝对不可能 卖出我们所拥有的股份 也绝对不可能 让盛股就这样 被贵公司收购 Kinney 看看吧 盛股集团 这两年才漏洞不只是一点点大鱼 强留着这样的公司 对你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 既然如此 贵公司为什么又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呢 对盛股有兴趣的 是康斯尼的总裁 不是我 更何况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在别人手里 可能是个裴琴的公司 但如果让康斯尼来经营 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是吗 如果盛股 让康斯尼来管理经营 还是盛股吗 这是盛股此公司的资料 面临欧洲诈物危机 此公司能持平就不错了 根本无力偿还母公司的诈物危机 而且现在全球经济刷脚的厉害 盛股在未来四年里 根本没有任何战绩的可能 你相信你能撑得过四年吗 不是 是明年 看来 康斯尼来不仅将盛股的资料 了解得很精致 也十分了解此公司 重要干部的账户号码 毕竟常常要在盛股做巨额的投资 多了解一些知为末节的细节 多掌握一些有利的资源 是我必须要做的功课 库小姐 我是来帮你了解实情 让你为自己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我的结论还是一样 谢谢你绅士的心理候兵 也谢谢康斯尼来的青睐 让我更确定了圣谷的真正价值 下回战场上见 我本来以为她很快就放弃 看来是我想太多了 她比我想象得更聪明更坚强 只是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 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 这么看太阳眼睛会刺坏的 你也想替我的人生下指导棋吗 我只是觉得你现在的状况 好像还藏着什么秘密 请你时刻而止 请你时刻而止 那 你答应我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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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顿饭 我知道这附近你家不错餐厅 不好意思 西厢东西到了吗 可以请你明天再送过来 那你先回去受理好了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回去把住的地方打理好 这顿饭我先欠着 我也回去看看盛女的资料 喂 你好 麻烦你稍等半个小时 好 谢谢 我自己回去就好 别忙得太晚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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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有你最引以为傲的监视器吗 你怎么喊死呢 叫 喊呢 叫大家来救我 让大家看看你一点办法的地方 怎么 终于尝到卑微无能的滋味的方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你故里做不到的事情 还有你无法面对真相 真可悲 可悲的是你 毁了我 也逼走了南乡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个百里只会做这种事 这只会让南乡更恨你 是 但是你们算了 我很开心 南乡终于不说你摆布了 怎么样 你大概告诉走人 是我强暴你的 但是你没有 宁可让全世界人都误解你 都不说出事实的真相 那这证明你是一个卑鄙无耻下流肮脏的废物 谁都不想跟你扯上关系 那证明我赢了 你输了 你果然把子孙看得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包括你的友情 你的爱情 和我发生的关系 是比小荣更难看 你够了 你还嫌我脏吗 还是我瞎见吗 我告诉你 你还在我之下 你输了 你输了一个比辣子更肮脏的自尊心 你不想让我无能的自尊 你经不起一丝的考验 你扎人吗 姑娘 你真瞎见 家里 都里想怎样 不想怎样 我只想彻底地把你毁了 你想干嘛 他向里面搬走了 你成功拆散我们够了吗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他去哪了 不知道 他去哪里了 你再不做 我要报警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还好吗 西藏为什么要来找你 跟你无关 顾虑 你已经变得不是我认识的顾虑了 你真的认识过我吗 你为什么要否定我们姐妹 否定我们过去的一切啊 我的所作所为 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 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讨扰 就算你这样做 伤害你身边所有的人 你还是要这样吗 轻松借我的遗憾 请允许我再放肆去拥抱你的温暖 我希望你真真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折瘩的双眼 如果能被风风干 能否让我把故事结局写完 Zither Harp 喂 你在忙吗 怎么了 明天可不可以帮我搬家 搬家 为什么要搬家 我可以以后再告诉你吗 那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 那明天 对不起 你有事啊 我有一点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让叔叔去帮你搬家 你不舒服 没事吧 不过你不用紧张 我睡一觉就没事了 好 那你早点休息吧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 你再打给我 我再陪你去看医生 晚安 晚安 一切都是因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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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爱 放不掉了除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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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爱 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 未来像一部公路电影 如果风沙氧气 避落泪滴 抓紧愁惊和回忆 继续流行 我看见的世界 永远有草原 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 同时刘 总是一只爱 总会被理解 被爱怨 每一風又能 流泪也能变成青天 感谢还能拥有命运的终点 那些一光 才有了周年 什么落叶 马路飘雪 我只看到 闪着光的每个纪念 我看见的世界 永远有蓝天 有从约定里 自掌的玫瑰 就算有语解 有争辩 回头还是 渴望牵手分享一切 我全约的世界 永远有草原 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 总会被理解被爱恋 你从永远 流泪也能变成情点